就是讲述一下我是我拿到这个CAA的Junior Marketing Database Analyst Offer的经历 首先呢向大家介绍一下我自己 我是本科毕业于西安纳瑞大学的电子电气工程 然后在一家冷暖气公司做了三年的行政助理工作 然后2019年的时候我离职然后成家生玩 然后在孩子大概两个月的时候 就当时我就是很困惑很迷茫 我下一步职业应该怎么走怎么规划呀 但是我又很迫切的想要有一份好的工作 给我的孩子树立个好榜样 于是呢就是在孩子两个月 那个时候是2020年底 我就找到了马瑞亚和留学院长帮我做了职业规划 然后呢我就报名了留学院长的数据分析师直冬车的课程 里面有三门基础课 分别是SQL Excel VBA和Access VBA 然后完成课程以后呢 我又参加了咱们学院和Data Tag和Found Page的两个实习 这两个实习机会我觉得很重要 因为不仅给我机会让我在实际工作的情况下 运用了我在课程中学到的知识 还丰富了我在简历里在数据分析方面的工作经验 然后呢在面试之前我听了留学院长的三个专题讲座 分别是简历及面试以及和Technical Interview相关的两个讲座 SQL和Power BI 然后通过留学院长就是全是干货 满满干货的讲座 我除了就是规范了我的简历内容 而且还明白了面试的流程 以及该从哪些方面入手准备面试 除此之外 因为这个工作是和Marketing相关 所以我还约了Adam老师对我进行了一对一指导 以上就是我在面试之前所做的准备 然后面试的过程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是就是招聘官在咱们学校的招聘会上交谈了十分钟 这个过程可能面试官对我的印象还可以 于是就给我机会和公司的HR面试 然后三十分钟的HR面试 大概问到了六七个问题 都是behavioral questions 然后跟HR聊的也还可以 然后他就给我约了一个小时的最终的面试 最终的面试是两个人一起给我面试的 然后technical和behavioral的问题就都有问到一些 我自己总结起来这一段经历 首先我很庆幸我参加了刘杰老师的数据分析师直通车 我从数据分析零基础开始上刘杰老师的课 到完成了两轮面试 到参加学校招聘会 然后到拿到offer整个过程是九个月 但是因为我孩子还小 然后我每天只有晚上孩子睡了觉才能学习和准备 每天大概到凌晨三点钟睡觉 所以如果大家白天有很多的自由时间 就自由时间比较多的话 我相信大家完全可以在更短的时间内 在维多利亚 咱们维多利亚的帮助下找到心仪的工作 其次就是我认为要多做准备 因为除了我除了按照刘杰老师的讲座中提到的内容 准备我的面试故事 简历的故事 我还自己收集了三十多个behavioral questions 然后我结合我自己的经历 按照这个STAR的这个格式准备了事例 然后熟悖 因为我认为只要你只有做好了准备 你才有可能在面试中很好的发挥 以上就是我的经历 谢谢大家听我讲 最后我祝大家和我一样 尽快在维多利亚学院 玛瑞亚和刘杰院长的帮助下 找到自己心仪的工作 加油